今個禮拜 教宗的文告說到沉默的重要 烏克蘭天主教會慶祝首位主教到加拿大100周年 內蒙古六位神父在嚴寒中被帶走 最後看看天津教區慶祝創建100周年 我是你的主持陳國棟 首先我們看看梵蒂岡的消息 教宗在頒布今年世界傳播日的文告時 指出沉默的重要 他說必須要均衡地學習講話 傾聽和默想 在沉默時我們要傾聽 沉思反省 認清自己想清楚想說的話 沉默是來認清什麼是重要 教宗邀請我們要創造一個平衡沉默和講話的生活 活出思考的人生 和找到沉默的空間 來祈禱和默想 與天主交談 破泰蒙寺介紹這份文告時指出 人天生是愛問問題的 問大的問題 問小的問題 問人生何求 在哪裡會有希望 問我們做些什麼 想找到這些答案 我們就需要懂得沉默 現在看看加拿大的消息 今年烏克蘭天主教會 慶祝首位主教 增福Nakita Butka 到加拿大100周年 他們會有一連串的活動 去慶祝這個里程碑 其中最為重要的 就是在9月中舉行的主教會議 到時會有來自全世界的烏克蘭主教 聚集在緬省溫尼帕 新獲選加拿大烏克蘭大主教 Shafchik也會參加會議 在今年內 Shafchik大主教會到訪 所有加拿大的烏克蘭天主教區 加拿大烏克蘭教會 是選用東方拜占庭禮儀的天主教團體 是完全與教宗和梵蒂岡共融的教會 接著是兩則中國教會消息 華北內蒙古自治區衰遠教區六位臣父 1月30日傍晚 在接釀蒙古邊境的二連號特使 一個教友家庭中 突然被闖入的警察、統戰部、 宗教局和國安局人員帶走 官方沒有交代將臣父帶走的原因 他們現時仍是下落不明 衰遠教區若有30多位臣父 一直困難而低調地從事木齡工作 這次情況是非常罕見 公開教會在80年代初期 已經撤銷衰遠教區 衰遠遠襲教廷聖統的地下教會 目前的活動範圍包括首府、呼和浩特 和包頭市 並代管一些偏遠的地區 其他神父和教友已經呼籲信眾 為被帶走的神父們祈禱 希望他們早日平安獲釋 接著又是一則八周年紀念的消息 不過今次的主角就是華北的天津教區 天津教區近日 在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聖堂 仁慈堂 為百年恩典活動揭開序幕 教廷在1912年宣布成立直帝海濱代目區 46年教廷將天津升教為教區 仁慈堂亦是1870年天津教案中 十位修履致命之處 其後聖堂在義和團之亂中被焚毀 為止近年才重新被發現 但仁慈堂的為止於10年被政府拆射 經教區和政府初傷後 在原子約200米外重建 天津教區目前有兩位主教 四十多位神父和十萬信眾 教區主教李斯德和助理主教石雄禎 歸是殿下教會 梵蒂岡承認的主教 但不被政府承認 現在仍是被政府軟禁起來 我們希望兩位主教能早日獲釋 牧養天津教區的信徒 今個禮拜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下個禮拜再會 拜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